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呢 也有一些人呢 跟我一样 有白牌机车 有红黄牌重机 但是呢 也有轿车 所以呢 也有参考一下 哇 我发现有人这个车子跟我一样买CP300R 那这个轿车跟我一样买Yaris Cross的 诶 真的是太巧了 两个都是车友这样 好 那这一周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哦 就是上次在二月份 这个樱花季的时候 开车去武林农场车速的 这整个过程 要让大家看一下 开这台车去车速到底行不行 那Yaris Cross是这个 所谓的CUV哦 它就不是完全的休旅车 没有那么大台 但是它的形状是休旅车的一档子 那这样子的车子 在那边车速没有搭帐篷 能不能够抵挡住那边 临上四度的低温呢 我去的时候是二月啦 因为这个樱花季啊 总是在那么冷的时候 然后武林农场海拔又高 所以就不得不忍受这个低温呢 就要过去那边来 这个车速看看 好 那很快的呢 沿着台七甲 经过了很多的路口 来到这边 应该就是南山一带了哦 哇 前面已经开始看到了很多的樱花了哦 二月份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樱花盛开的季节 我记得上次去司马库斯 好像也是抽钱抽到二月份的哦 好 经过了这个路口 前面就是很有名的思源亚口了哦 让我们在这边 短暂的休息一下 这个车有这个 我们有加价做这个环景模式 哇 这个用过以后就回不去了 这个几乎就跟这个打电动玩具一样 据我们的经验还是蛮准确的 还算蛮准确的 那前进的时候也可以 也可以设定就是出环景 但如果它太高速的时候就不行了 所以这样可以 挑来挑去 哎 没想到准确 好 那我们在思源亚口休息一下 哇 这个思源亚口真的就是因为这个地形的关系 所有的云雾呢 都从这边聚集起来 从这边开始慢慢的就会往荷欢山那边漂过去 所以在荷欢山呢 如果你到下午的时候往这一个方向看 常常都会看见一片云海 那对我们开车过去的人来说呢 那就是一片浓雾啦 好 那就在这样子的也蛮难得见到的 很迷幻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当中 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了台中的和平区了 那进入台中和平区之后大家就有看到哦 哇 马上变成艳阳高照 真的这个地形啊 影响这个气候蛮多的 哇 这边风景很漂亮 好像一秒到欧洲啊 继续往前开了一阵子呢 就会来到这个岔路口 就是上一次呢 骑重机经过无缘的武林农场 欸 这边马上就有一个大哥哦 他要看你的通行证 因为在这个樱花季期间 你没有住宿的汽车 它是不让你进去的 机车没有关系哦 但是机车过来 我要露营好像又太 太冷啊 但是 当天来回好像又太迟冷了 所以我还是选择开车过来 刚好有候补到露营区的营位 所以我就有通行证 好 进来了武林农场了 活了50岁 终于第一次走进来 哇 进来以后呢 先往左转去看看那边的这个 国民宾馆长什么样子 哇 首先经过一个红红的窄桥 哇 这边就是国民宾馆 如果可以的话 很想在这边住宿啦 但是都抢不到 现在1点42分 我们理达了国民宾馆 来 到底什么事情呢 其实刚才我们的画面中也有拍到这只凶手 猴子 武林农场就是 猴子特别多 然后他会抢你手上的食物 这个就是我们的凶手 可恶 竟然抢走我的茶叶蛋 少吃一颗蛋是不会怎么样了 但是我老婆被这个小猴子抢劫的这个心情 鱼记有存啊 好啦 不管怎么样 还是过来看一下 武林宾馆这一边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 住宿的什么桃花厅啊 这样子的房型 都觉得好羡慕啊 能够在这边住上一晚 然后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武林农场的美景 应该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不过呢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是就是抢必赢人家 所以这一次就是候补那个露营区 那刚好有营位就可以进来了 好 那我们回头来看一下这个桥上的风光 哇 非常的漂亮 高山的溪流 山林 这个景色就是不一样 难得带老婆大人出来一个孝亲之旅 哇 开始正式进入这个櫻花大满开的主管圈了 哇 走在这个马路上啊 光是开车这样子过去就觉得非常的心旷神怡 我跟老婆都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景象 哇 以后真的要常常来露营才对哦 每年二月都来给他候补看看 这边就是这个武林游客中心的前面 这边呢 树非常的高 然后櫻花也很高 然后呢 因为它是这个櫻花季哦 盛开的时间 所以我们过来这边开车过去的时候 好像在这个櫻花的隧道里面开过去 哇 非常难得的经验 来到武林茶庄了 那这边是一个赏櫻花的重点区域哦 因为这边的櫻花树没有那么高 也比较容易可以跟你一起合照 然后呢 两侧都是櫻花树 拍过去的时候 哇 非常的这个粉红一片啊 留下很难忘的经验 不过呢 今天我们只会开车从这边过去 明天再下车来这边好好地走一下它的这个茶园步道 听说那边真是重重之重啊 非常精华的櫻花美景 哇 这个武林农场处处是美景啊 随便这样子开过去哦 就是一个马路边 刚好来的季节是对啦 刚好是这个櫻花季 所以呢 这样开过去就非常的漂亮 当然据说武林农场呢 是四季皆宜 四季呢 都有很好的风景 我相信是如此的哦 好 一个弯转过来呢 这边就是这个 古松樱花袋 这边的樱花也非常的漂亮 因为 树虽然高 但是它很多枝子是往下垂的 哇 真的很难得看到这样的美景 Google地图上面呢 有着两旁的这个街景 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樱花树还没有那么高 这十几年来这些樱花 哇 真的长得蛮高的 哇 随便一个转弯都是樱花美景 真的太美了 哇 老婆大人在旁边惊呼连连啊 哇 真是这次这个请假过来 真的是值回票价 不需此行啊 这个武林农场呢 其实它就是从台七甲县 往这个北方 这个峡长的一个峡谷的地形 它两侧都是山啊 中间就是有一个叫做七加溪 这样子留下来 沿着这个溪谷 就一路往上去就是我们武林农场的范围哦 那来到了这个桃子园 这边也是一个樱花很漂亮的地方 然后呢 我们在一个岔路左转 就要上去我们的露营区啦 好 上来到这一个小小的平台这边 远方那边就是呢 桃山 可以看得到 它的样子有点像一个桃子 在这边要稍等一下 因为这边是单向通行的 哇 等了蛮久的 大概有七到十分钟哦 后来终于换我们绿灯了哦 就开上来这一边 那武林农场这边呢 这个交通规划都蛮好的 都有交管 然后因为很多年的 爆满的经验嘛 所以他们很多的设施 措施 都是很有道理的 就遵从他们的指示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到这个露营管理中心 首先第一步 就要来先报道一下 这边有浴室 厕所 也有热水可以装哦 在这边泡泡面 这里就是露营管理中心外面 哎哟 小猫 高山上的泡面 特别好吃 好吃吗 好吃 还可以 旁边就可以赏樱花哦 对 就在这个管理中心的前方哦 这边就有一颗很高的樱花 然后旁边有一个凉亭 哇 这样随处都是美景啊 那我们这个吃饭的地方 旁边就是露营区的B区 然后下方呢 就是C区了 好 我们先走进来露营B区看一下哦 哇 你看这个小木屋 旁边就是樱花啊 太美了 然后你可以开车过来 骑重机过来 都是可以的哦 哇 就在这个用餐区的旁边就可以看到很多漂亮的樱花了 这边就很好拍了哦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牌子写说 这个是樱花 哈哈 我知道了 那这边的下方呢 有一点点下面的地方就是 露营区的C区了 武林农场的露营区啊 有ABCD 然后A还有A1 D好像也有D1 所以呢 你来露营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在哪一区 但是呢 如果没有位置的话 只好就让他自由的安排啦 抱到完也吃完了泡面之后呢 我们就先开车上去上面看一下 那露营A区就是在这个管理中心的上方 那这个上面再继续的往前开 这边还有这个所谓的A1区 A1区 那沿着就是同一条路哦 这个路线是非常简单 沿着这个路一直往上开 最后会到这个雪山登山口 我们就是想说趁天黑之前上去看一下 哇 过了这个A1区之后呢 前面有一大片的这个叫做花海区哦 花海区这边呢 它左侧是一整片的樱花 也长得蛮大的哦 然后呢 右侧就是一整片的油菜花 那长出来黄黄的 刚好是二月份是很好的季节吧 这个有红红的樱花 黄黄的油菜花 还有绿绿的山 啊 蓝蓝的天 白白的云 真的太漂亮了 来到这边觉得好像进入仙境啊 那从这边一路开到这个雪山登山口这边的停车场哦 说实在路幅是有点窄的 开车上来的人一定要很小心哦 骑摩托车上来就会比较方便一点 好 上来到这边就是雪山登山口的服务站 这边有一个雪山小屋 然后呢 前方就有一个展望台 哇 一次可以看进所有的山 我没有爬到上面 我们好像只到雪山啦 这里就雪山了 这边就雪山了 要到北峰才要去 所以369到这边 然后回来就下来了 就没有睡一觉就直接下来了 对啊 厉害 这个石竹鸟它有赞助哦 你看 任养 它任养这边呢 它这样它那个品牌形象就拉起来 王品也在这边 对啊 经营啊 要经营啊 所以这个雪霸国家官员管理处也是有在拉赞助 好 这上面就是那个水池 我们来看一下 哇 雪山竹峰还有10k 11k左右 到369就要7.1k了 然后在这边回头 就可以看到这个景象啦 过来看一下 哇 这边就是雪山登山口 雪山小屋旁边的这个水池 以前呢 看过很多人来这边拍照 然后呢 有一些明信片也是就这个角度对不对 终于我今天也第一次来到啦 成就解锁啊 凯利喜高中的时候啊 曾经来过雪山一次哦 但是她都不太记得 所以这次的旅行对我们来说都很新鲜 郭伯老师 这是哪里 这边是这个雪山小铺 标高2140米高 这边就是雪山登山口的一个物站 这边应该是买一些补给的东西 那登山口就在旁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刚才有过去那边拍照 好 这边就是登山口 平常是封闭起来的嘛 因为你总要有登山队进入的时候 他才会开给你这个雪 那接下来我们来这个雪山小铺看一下 这边标高是2140米高哦 在这么高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补给站 还真的蛮不错的 不过呢 这个雪山登山口服务站 它的管辖的单位 其实是这个雪霸国家公园哦 其实不是武林农场 是不同的单位的 那他们这边就有卖一些武林农场 没有卖的东西 包括这个水蜜桃干啊 还有一些纪念品啊 或是你要登山用的小东西 需要临时补给的在这边 还可以买得到 台中市和平区武林路93号 这个是他的地址 哇 来到这个武林农场啊 时间真的是永远都不够用啊 我们总是很想要做点这个做点那个 但是一下太阳就下山了 那我们从雪山登山口下来的时候呢 刚才这边很漂亮的这个 黄橙橙的美景已经没有了 因为这个山的阴影啊 已经刚好盖住这片花田了 不过就算是如此呢 这个看上去还是非常的心旷神怡哦 听说去年没有中 还是去年来的人没看到呢 反正呢 今年我们来 有看到啊 真的是蛮幸运的 哇 这里景色真的太漂亮了 这个不管是男女老少相信 都会想在这边拿出你的相机大拍特拍 老婆大人也是哦 虽然她自己觉得自己拍起来不是特别好 她就想把它存在自己的相机里面 回去可以分享给亲朋好友看 那出发之前就有想过 我们一定会在这边拍很多美照 所以我有带脚架 所以还真的拍上了用场呢 好 刚才那一边就是花海区 还有A1区 那这一边就是A区 然后呢我们这一次的位置是 37 A37 就可以停一台车 这里可以搭帐篷 不过我们今天没有帐篷 好 我们就是准备 车速 这里可以吃东西 A1区下方其实就是 刚才什么 陶燃亭那边哦 那边其实下面就是 露营区管理中心了 好 那我们就开始要来铺床 准备 晚上要睡觉了 车速的话呢 就是你很多的行李 基本上都放在后车斗 后车箱那边 那你要把那个 后面的座椅 要把它摊平之前 就要把很多东西先拿下来 然后呢这次非常感谢 上次跟我一起骑车的阿毛 他有在那个三峡 一个叫做阿尔卑斯户外的 一个卖露营登山用品的 一个店里面上班 那也是算是他的创业 那他就有借我这个 棉月车中床 所以那天我们晚上睡得 算蛮舒服的 有一个很好的床垫 然后棉被啦 好 这些东西 我们就自己带 在车里面睡觉 其实不会那么冷 那跟大家所想象的 不太一样吧 主要是东西 你要铺平一点 才会比较好睡 以前没有想过 自己也会走入露营这个坑 outdoor car的感觉 但是还是觉得不想要一次花太多钱买装备 所以我们先一点一点来 这次先来车速感受一下 你能不能够习惯在这个户外过夜的感觉 如果你很喜欢的话 那就可以开始考虑租帐篷 或是买帐篷在这边过夜啦 隔天早上起床之后呢 还是感谢阿毛提供他们店里面的这个产品 借我试用一下 这个是Snow Peak 日本的一个登山露营品牌 他们提供的这个不锈钢水壶 然后呢 把这个小小的这个生火炉头 架在这个高山瓦斯罐上面呢 这样子一下就变成一个小小炉子 非常方便 然后这个高山瓦斯罐 果然还是不太一样 它的这个沸点听说是比较低 所以在比较高海拔也是可以很稳定的 就可以点着火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来自己煮一点热水 然后泡一下这个咖啡 那很多人可能会想要问说 诶 那你们开这个大鸭 Yaris Cross在那边车速感受怎么样呢 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它车子其实没有特别长 所以啊 像我这样子身高173左右的人啊 躺进去的时候 就算后面已被压平 还是会有一点短啊 但是呢 对老婆大人他身高 号称155来说呢 诶 它就可以完全的躺平 那没有问题 所以如果 你可以接受 在这个车上 稍微有一点脚弯曲着 测碎啦 或者说你躺的时候脚弯曲起来 那这个车速还是不成问题的 耶 武林农场车速成就解锁啦 那我们把车子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之后呢 又再把车开来昨天的这个花海区 这个时候已经早上大概10点多了 所以呢 阳光已经整个照射在这个山谷里面 所以你任何角度看上去呢 诶 都觉得光线非常的充足 拍起照来非常好看 这两侧的樱花都还够低喔 还蛮亲民的 然后这一个花海这边呢 它有一个弯弯的木栈道 所以这个看过去呢 真的是非常的疏压 然后又很有意境 好像在欧洲的一个什么 梦幻小屋天堂路那种感觉 这边看过去就是樱花林 然后还有我们的车子 还有后面的山 那上面就是雪山登山口 在那边过去呢 是所谓的武林四秀 老婆大人平常工作很辛苦啊 偶尔带他出来玩一玩 就是我的责任 让老婆大人开心呢 自己就会过得更安心 后来我们有把车子停在 比较靠近松柏园那边 有一大块他们规划出来的停车场 然后再回头走回来 武林茶庄 然后过了这个赵峰桥 再来到这个茶庄步道 哇在很多人的影片里面都有看过 照片也看过 终于今天自己第一次来到了 哇这种新鲜感真的很特别 然后再加上这边的美景 也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我一直以为 这个台湾的樱花树 就长太高啊不好拍啊 然后日本 他们就是比较会做这个园艺 或是他们品种不一样 那边的樱花枫叶都会比较好拍漂亮 可是其实我来到这边我觉得 武林农场的樱花已经非常美了 已经够美了喔 如果你不想花那个机票去日本赏樱的话 来武林农场也是可以满足到 一样的满足感的 不过呢他们的樱花季是到每年的二月底左右啦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再看到这样子的樱花的盛况的话 就要等明年再仔细的观察一下 注意一下武林农场他们的公告啦 这个角度是从步道的最上方 这边有一个亭子 从这边回头往下看 可以看到满满的樱花 还可以看到下方有他们的茶圆 红红的粉粉的绿绿的 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疗愈 接下来我用我的GoPro做了一连串的慢速摄影喔 提供这些美景给大家看 大家慢慢的欣赏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 不知道大家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 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你喜欢看很多机车美照的话 记得要加入我的IG或是脸书喔 我是郭巴老师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안녕